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7月15日星期四 我是今天的领航员Rida 热点加国资讯一站锁定 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绿党争斗不断 党领保罗或被罢免 原住民发表关于Kamloops技术学校无标记本物的报告 Stanley公园发生30多起动物袭击事件 安省女子用棺材种花 球迷重返看台 近2000人参加了在Fraser Valley举行的职业篮球赛 BC省从事电影行业的女性面临艰难选择 下面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绿党争斗不断 党领保罗或被罢免 绿党高管们将取消Enemy Paul的党员资格 据三位党内资深人士透露 绿党主要管理机构的临时执行董事 Diana Taylor已经启动了一项成员资格审查 该审查将取消保罗的领导地位 并禁止他在绿党执行期间代表绿党 该党高层最近采取行动 扣留保罗争取多伦多市中心席位的竞选资金 并在上周暂时解雇了绿党大约一半的员工 包括领导办公室的所有员工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上个月 民主党从New Brunswick下园议员 Janica Edwin手中恢复过来的时候 他让绿党在下议院拥有了两个席位 上个月保罗回击了该党高管 回应了早些时候将他赶下台的举动 并称他们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保罗是加拿大第一位领导联邦政党的黑人女性 真相 原住民发表关于Camloops寄宿学校 无标记坟墓的报告 今天Camloops印第安人部落 提交其关于在前Camloops印第安人寄宿学校附近 发现的无标记墓地的最终报告 并概述了下一步行动 一位探地雷达专家说 在确认前BC省一所寄宿学校的未标记坟墓总数之前 仍有近65万平方米的土地有待调查 加拿大考古协会主席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重要的是要记住Camloops学校只是该系统139所学校的其中之一 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根据死亡记录估计 加拿大约有4100名儿童死于寄宿学校 但该中心表示真实的死亡人数可能要更高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说 大量被强行送到寄宿学校的土著儿童 再也没有回到家 Stanley公园发生30多起动物袭击事件 根据温哥华公园委员会的消息 保护官员周三晚在Stanley Park跟踪 并安乐死了4只土狼 此前数月他们无端袭击游客 公园管理局局长Amet Ganda周四上午说 警方继续在市中心热门公园巡逻 第一道以西的小道网已关闭 以保护民众直到另行通知 BC省保护官员服务处也建议公众避免进入公园 因为那里藏有公期性的野生动物 自2020年12月以来 公园内已有30多个人遭到蛟狼袭击 其中一名2岁儿童在星期一遭到袭击后被送往医院 生物学家Coleen Sinclair说 过去一年北美各地的土狼袭击事件有所增加 尽管攻击行为增加的原因尚不清楚 这可能与新冠大流行和人类在使用公园的模式改变有关 安守女子用棺材种花 安守一名女子别出心裁在自家门前用棺材打造了一个花坛 虽然她乐死不疲 但邻居却受不了 并就此投诉到市政府 GCTV报道 Christina Calvary喜欢可不电影 她上个月在Facebook Marketplace上看到有人在卖棺材时 她和男朋友一拍齐合卖下了棺材 并用它在后院打造了一个独特的花坛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棺材花坛摆在门口 一个邻居向政府投诉 但Christina不认为她违反了任何章程 她说棺材不是废物也不是垃圾 是她专门为打造花坛而购买的商品 她给市政府打电话声明自己的理由 结果市政府说 经过进一步审查投诉不被采纳 市政府将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球迷重返看台 近2000人参加了在Fraser Valley举行的职业篮球赛 本站星际观察员星辰发回的消息 周三晚上 Ebisfer Center举办了18个月以来 最大规模的BC省居民室内集会 据悉 当天有1800名球迷参加了这场由Fraser Valley Bandits 迎战加拿大精英篮球联赛Gelford Nighthawks的主场比赛 看到热情肆意的球迷们蜂拥而至 有一小部分人群对此感到稍稍不安 但很快大家就克服了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这种设身人群中不寻常的感觉 由于口罩是可选择性的 大多数来看比赛的人都选择不戴口罩 但也有少数人在比赛期间一直戴着 Fraser Valley Bandits的副总裁Dylan Kohler表示 整场比赛都在严格遵守BC省的卫生指令 由于只剩下两个主场比赛加上一个季后赛 球队正在考虑将Abbotsford中心的容量增加到2400人 毕竟对一支职业运动队来说 让球迷们能够在看台上呐喊助威是很重要的 BC省从事电影行业的女性面临艰难选择 本站星际观察员星辰发回的消息 BC省众多已经在电影行业工作十年之久的女性 正在面临是回归家庭做一名合格的母亲 还是继续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艰难选择 这是由于电影行业以及整个省份 都没有足够时长的儿童保育来支持不定时工作人群 据了解与安省和魁省不同 BC省没有24小时儿童保育中心 大多数日拖所采用的都是传统工作日安排 不适合电影、电视、医疗保健和酒店服务等 需要轮班的行业 且随着BC省的工作模式 已经不再全面实行朝九晚五制 但儿童保育基础设施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对此温哥华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正在研究 非传统儿童保育时间的可行性 计划推出一项一天10家元的儿童保育计划 除此之外 这些女性还希望看到该行业 将儿童保育融入到工作场所 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就有很多提供现场日拖的电影场地 以上就是本次旅行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今天的乘坐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